谢真英个子娇小 身高只有140公分 从小因为勤俭舍不得买鞋 养成不穿鞋的习惯 人称恰咖阿嬷 恰咖阿嬷大爱发心 回收所得全都做公益 但其实她的生活并不顺遂 不被困难限制 勇于突破障碍的还有她 陈秀英 从小听不见也无法说话 自从开始做环保参加读书会 人生就像重新开机 虽然她浓雅 可是我们不能说就放弃她 我们一样要把她抠抠抠抠抠 人生啊 生命的隔壇 就是在这样 张化碎莫祝福除了慈祭致功之外 现场还有数十位校长领受祝福 上人期望教育行善 帮助孩子建立有意义的人生 大爱新闻李亚平 欧阳光辉 张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